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长官那个朝言的位置 他没有说行政长官是凌驾在三权子上 这句话我听了很多次 但是原文是完全不是这么说 使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他不是说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权的特殊地位 他要守基本法的基本法 说香港居民和其他人全部要遵守香港的法律 他要辅助制行基本法 基本法里面立法机关对他是有制衡 司法机关是司法独立 所以他是完全无华道或者甚至暗示 行政长官是可以不守法律 或者不守法律的裁判 飘延狼的机关的意思就是说 在那个限制那个框架的架构里面 他还是要行使中央指派他或者发出的指令 他还要作为中央管理香港 落实基本法的把守 这些就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 都必须要处理的事 中央不干预香港的具体的管理和运作 所以就要靠行政长官 是帮他落实执行基本法 是帮他落实执行基本法